乔保回国居留的问题 隔离的问题 我想我们收到非常多 非常多的乔包的这个讯息 乔委会预算咨询 乔包千拜托万拜托 请立委发声 这是因为按照规定回国 必须隔离十四天 只是年底到过年期间 防疫旅馆早已亦防难求 但不得不回国的理由 就是因为按照户籍法规定 国人出境两年未返国 将丧失在台湾户籍 劳健保没有连投票权力都丧失 希望能够让乔包比较顺利回来 包括很多乔包订不到旅馆 所以这部分我们都会努力 再跟这个指挥中心来沟通 希望能够获得更周全的一个 这个处理的办法 尽管指挥中心考虑放宽 春节期间检疫非高风险国家 有望改成7加7 也就是一半旅馆一半在家 但卡在检疫旅馆根本订不到 有立委提出应该把户籍法当中的 两年没回国就除籍的规定 再增加一年来到三年 当中有一半因为即将满两年 必须压线回台湾 内政部护政司回忆 目前延长到三年 释设收户籍法 应该赶不上这一波回台潮 但正在严理办法 让旅外国人可以申请宽限 不用单位户籍回台 也让防疫旅馆亮能能够松口气 下期新闻由家伟成 家伟电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栏目